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一場演講是介紹一個關於JavaScript的Framework 大家都知道我們常常在寫JavaScript的都是在Web的前端 可是你了解說在Web的後端 Backend這邊也可以寫JavaScript的 這個project叫Node.js 它是由一個叫Ryan Daw的先生 他所initial的一個open source專案 這個open source專案它最大的deployment在哪裡 就是在台灣非常流行的project 如果說你有在玩鋪浪 在上面的一些即時的通訊的部分 在server side這邊就是使用Node.js 它是一個event IO-based的JavaScript Framework 那剩下的這個技術細節 我們等一下就請這個Eric B 讓他來為我們介紹 那我們這位講者呢 過去他曾經在北京的Skyplay服務 那目前他在KKBOX擔任這個資深工程師 所以相信他今天給我們帶來的演講會非常精彩 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Eric 謝謝Eric 還好都是Eric 大家好我是KBOX Eric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這個Node.js 在互動室網站上的應用 後面那個音量可以嗎 OK好謝謝 首先呢我想要先講一下關於KBOX 因為其實我想社群好像對KBOX有很多疑問 第一個是我們是台灣最大音樂服務 謝謝 我們是台灣最大音樂服務 有人沒有聽過這品牌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外面有攤位 然後或者是可以自己下來找我 我們有speaker的小禮物這樣子 然後再來 這是社群對KBOX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我們跟open source有什麼關係 那其實這關係也很難掰這樣子 並不是也沒有那麼難掰 其實我們第一點是 我們的老闆很喜歡open source的軟體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我們用很多 包含可能有一些community知道說 我們的server大部分是用freebsd 然後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另外一個是其實我們有一些同仁影符 在某些open source的社群活動裡面 大家可以照好看這樣子 OK好那我們來回到我們主題 首先我們講到互動式網站的話 我們可能要先看一下我們網站發展的一個趨勢 那從過去web1.0到web2.0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慢慢感覺到說網站發展的過程 我們可能先從1.0或者再更早這種content retrieval 一個pool的model來把資料拉回使用者這一端的模式 慢慢的轉向一個interactive的一個模式 那在interactive的這個角度底下來看的話 我們得要面對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傳統的pool模式當然沒辦法完成很好的交互表達 那變成說整個模式上變成要轉化成pool and push 那再來未來是什麼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階段的話其實我們看到其實 目前的網站的一些發展 看起來還是在維持在一個interactive的一個形式底下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可以把這個web的這個發展過程當中 對應到我們現在看到最流行的這些網站 目前這兩年包含剛剛譚豐分享的social network這樣的應用來看 應該social network應該是這一兩年當中最熱門的一個應用之一 然後像微型網誌像plug這樣的微型網誌短網誌 事實上也是屬於在social network裡面的一個旁枝 或者是另外一種應用 我們可以注意到他們在要求 互動性跟即時性上的要求都非常高 那我們可以感覺到說這個網站的趨勢 也是照著我們前面提到的這個方向來走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概網站的結論 就是說互動即時應該是未來網站的網道 好 但在這邊呢我們就得要來回顧一下技術問題 那在把技術轉移到這個我們剛剛討論的這個問題上來看的話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的網站都是patch refresh 當我們想要再送新的資料給使用者的時候 他得要先去click一下然後才能換下一頁 然後他當想要再看別的資料的時候 他得要再click另外一個連結 我們可以無庸置疑的了解到這個過程是非常非常非常悲慘 而且互動性很差 然後即時性也非常差的 那麼當然在那個時代也有一些 樂於嘗試的技術人員 我們可能會用fram 用不斷refresh的方式去達到某種程度的互動性 但是在現在的技術來看 那時候的作為其實還蠻蠢的嘛 所以後來呢 所以後來呢 沒多久前 有人提出了叫Web2.0的概念 然後同時炒熱了一個不是很新的技術 叫AGS 那麼我們可以注意到說 他AGS這個技術提供了我們一些可能性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browser端呢 產生一些event 讓browser這邊可以偷偷的在背景的 或者是不用整頁替換掉的方式去更換一部分的資料 那我們可以感覺到說 在這樣子的技術的加持之下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網站的互動性變得稍微好一些 但同樣有個問題啊 因為這個事件產生是在browser端 那我們面對到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他還是要不斷的refresh嘛 只不過是這個refresh是偷偷在做 可能使用者比較感受不到 但是在偷偷做過程 你也不可能說一秒鐘來個三次這樣子 這可能是對server side來說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他依然面對到即時性不是很好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說 再來現在的一些網站 他們會用到一些server pushing的技術 那我們列兩個比較常見的技術 一個是comment long pulling的技術 另外一個是comment streaming的技術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個圖裡面 右邊也可以產生event 就是說當我們的server side 我們也可以產生到一些event 去把資料push給我們的blowser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把前面的三個model 放在一起看 那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假設我在做一個tree run的時候 在第一個refresh 那我們可以很辛苦的每次 每個五秒鐘就要refresh一下我們的某個frame 或者是某個頁面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看起來 光是用看的就覺得很弱這樣 那在agis這個技術當中呢 我們可能稍微的開心一點是 他只是refresh某個div 然後同時browser偷偷去連的時候 我們比較感覺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 當我發一個訊息給別人的時候 在agis技術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agis的browser這邊的連線是 可以知道說我發出訊息的這個事件 但是server那邊 怎麼樣把這個事件傳遞給 實際上確認其他人呢 他必須要等其他人來pulling 那這個過程當中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即時性的問題 那麼現在來看comment這個技術當中 event可以到右方server side來發出的時候 變成說在server收到訊息的同時 他也可以搜尋我們現在server上 所有的相關的連線 然後把這些訊息再轉送給 在所有在trerorin裡面的人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說 照前面的比較來看 他的即時性跟互動性都好很多 那基本上已經慢慢的符合 我們現在這些網站的需求了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說 既然其實這個網站的 互動的需求性越來越高 大家都希望說我們的網站 上面有很多人啊 同時那些人要能夠互相來 有些交流 同時那個交流要非常的及時 那所以我們覺得 未來的網站技術呢 應該會往這樣的方向來發展 對不起那個 又不小心廣告了一下 當然啦這個是小玩笑 好那其實未來的發展上 這一次Cost Club裡面 也非常非常多人分享這個議題 那就是HTML5 那HTML5裡面歸納出了一個 叫WebSocket的API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它幾乎可以做到 像TCP Connection的一些直觀的連線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非常的 互動性非常的好 即時性也非常的好 那同時 你不再像Comment的技術 這些Server Pushing的技術當中 你需要很辛苦的 自己每天各個連線的事件啊 各個Fail的問題啊 然後這些事情 都得要用自己很努力的 刻出奇怪的程式 解決到奇怪的問題這樣子 但是聽起來好像很完美 但這就是未來 這個我也不確定 但是現在我們面對到 比較直觀的問題是 Browser不及率嗎 所以 請不要開手嗎 這實在是很老梗 我要講的當然不是這樣子 因為問題不只這樣子 你這樣會害我們明年 沒辦法找到微軟贊助耶 喔 對不起喔 有微軟的人嗎 今年沒關係啦 那明年這樣 真的嗎真的嗎 會影響我們不要找微軟贊助喔 很害怕 糟糕 等一下那個有照相 請幫我答一下馬賽克 請注意政治問題 拜託拜託 其實其實我這邊齁 我這邊並沒有 並沒有把其他部分加上去 事實上大家知道說 問題不是只有IE 只是說 IE看起來比較好當把嘛 對不對 那麼其實事實上 我們大家知道說 最近 FiveOS 它其實 在HTN5支援上 現在 版本還是有一些問題 那現在跑最快 Safari 像Chrome 這些browser 你也不能夠期望說 你的User 是OS用最新版本 那麼 HTN5 目前我們面對到最大的問題 尤其是WebDeveloper 我們大家希望說 有很多很多人來我們的網站 但是我們沒辦法計算說 這很多很多人 大家都用最新的browser 那麼 這邊當然這是一個例子 因為IE8之前 面對到很大HTN5Five的問題 但IE9很努力的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有講喔 那麼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假設我們要使用HTN5Five WebSocket 可能要面對到的問題 再來我們從browser端 慢慢拉回HTN5Five這邊 高互動性網站 會有一些需要 期待解決的問題嗎 那麼 首先要面對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的及時 我們當然不希望說 一個確認裡面 發一個訊息之後 半個小時之後才拿到訊息 那這樣子用email就好 Gmail可能還比較快一點這樣子 但是 再來呢 這邊的網站 可能還得要面對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希望有非常非常多的使用者 那我們就得要面對到 大量而且密集的連線 最後一個問題呢 是開發跟維護難易度的問題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想到極快的反應時間 跟大量密集的連線 可能很多人直觀 就拿出了C跟C++出來硬幹 所以看起來只好寫C 但有更大的問題 我們的工程師並不是雜誌服 這問題有一點 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領域上的問題 其實還蠻多公司的WebDeveloper 並不是那麼擅長於C語言或C++語言 這是一個比較普遍性的現象 那在WebDeveloper這領域的話 大家用最多 大概通常是Screaming Language 然後 所以呢 那為了這樣的issue去把很多東西 要用C或C++來 rewrite一遍 或者是說要maintain that framework 其實大家會很辛苦 所以終於到了今天的正題 我們找到一個project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叫Node.js 坦白說我並不知道它要怎麼唸 所以我們就叫它Node.js好了 OK 那這邊它到底是什麼 這個剛剛Eric有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群event API 然後它背後用了一個 現在非常知名的Veba JavaScript Engine 那 Ryan 這個他的作者 Ryan他其實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說 他每次的這個sodecode裡面 都包裝新版的Veba JavaScript Engine 然後 他把前段這些Gerascript 然後包含他自己開放出API規格的語法 丟給後端的Gerascript Engine去處理 我們知道說Veba這個Jerascript Engine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然後還有Google非常努力 宣傳的一個特性就是它非常快 所以看起來拿來做serve site應用 速度應該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優點 第一個是效率問題 效率跟成本的問題 它的效率非常高 大家有興趣其實可以search一下 網路上有蠻多去比較這個 它效率的文章 然後包含其實剛提到的Pretker 其實他們也很努力的在做同樣的事情 在研究他們的這個Node.js 在效率上處理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它在Merry的使用量 它處理連線的成本並不高 所以在 在這個部分 這部分的話其實 還蠻適合做這種大量連線的Serve 再來一個優點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Jerascript